对我来说是一个社会实验 就是我在写这首歌 我上传上去 看会不会有什么反应 就是如果他把它删掉的话 就应验了这首歌嘛 因为其实不止我 就是你就看到那些什么H&M啊 都被标榜说乳华反中这样子 连山上尤雅日本AV女優穿的 那个汉服露乳沟 然后就说她乳华了 就蛮多这样的例子吧 我看不止我吧 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这个年代 我不知道有什么东西比乳华还要难的 哈喽 美国之音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Nameway黄明志 其实这首歌我从头到尾 我都没有解释过 歌曲在表达什么 在针对什么 因为我也没有提到任何名字 也没有提到任何地名 甚至国名我也没有提到 这个创意呢 除了歌曲本身之外 观众的反应 互动 甚至你要有人会禁掉这首歌 被封掉这首歌 也是创作的一部分 对我来说 那么这首歌发布以后 有没有玻璃心碎一地的小粉红来骂你呢 其实我不喜欢叫人家小粉红这个字 我也没有提过这个字 一般上就是有啦 就是有一些所谓的爱国人士吧 他们会有来攻击 他们主要是说我辱华 反中这些东西吧 如果我是马来西亚人 那我们在那边的话 我们就被归类成华人 那你说我辱华 我本身就是华人 请问我是要辱我自己吗 就很怪啊 那反中也不可能 因为我在中国也有很多朋友 我不可能去反中 然后而且很怪 就是为什么我去反整个国家呢 那国家没有得罪我 很多艺人他一听到这种辱华什么 他很紧张很害怕 然后就开始道歉 为什么你没有选择那样去做 我觉得有两个原因吧 第一个我没有做错 为什么要道歉 那第二个原因是因为 道歉 很多人都道歉 可是也没用啊 你有看哪一个人道歉的是有用的吗 没有用的 对啊 在这些人的标准里面 是没有道歉这个东西 而且再加上我觉得我没有错 为什么要道歉 我在用我的对社会的认知 或者我个人的看法 言论自由嘛 就大家看法不一样而已 不代表看法不一样 就代表我错 我也没说你错 我听到你以前也说过 有很多人给你正面的反馈 包括有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网友 做了一个这个video 你说你看到他那个视频 看着看着就哭了 为什么会那么感动 我看到感动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很多人 都没有看到我背后的努力 因为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 有很多 我对抗很多社会的一些不公 不义 还有一些制度 我从这个东西 从十几年前我开始创作 就开始在提这些东西 可是每次提我 每次都出事情 可是我还是坚持要表达 因为这个东西对我来说 是它有问题 那很多人说敏感 敏感就不要提 对我来说敏感就代表它有问题 才会敏感 因为我不是政治人物 对我来说我是创作人 那我能透过的就是作品 跟一些文字 或者一些言论 或者拍摄的方式 来表达这些东西 那可是我表达的时候 很多人就会说 你是故意你在炒作 你在借题发挥 或者你想脖红 要干嘛 就是会有人这样骂 反而是一个外国人 对我来说他是外国人 他是一个中国大陆的网友 他把我之前的事情 慢慢讲出来 然后讲我 他找一些证据来说 我不是为了 可能要流量 要赚钱 或者要什么 他没了台湾市场 老实说也能活下去 他从来就是一个 我手写我心的人 就是他看到我背后 努力跟我的牺牲 因为我为这些东西 我进了监牢很多次 那被抓很多次 被关了很多次 那可是反而是被 一个外国人 一个数位谋面的人 他把我的事情整理出来 然后把我的 要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 我看了那个影片 我觉得很感动 而且是一个 用中国口音的人 讲出来的话 对我就觉得 我这么多年的努力 有被看到 所以我感动 那你自己也说过说 你的音乐跟电影创作 走的都是很畸形的路 会惹到所谓的主流 为什么这些年来 你会选择一条 这样难走的路走 而没有选择一条 比较轻松的路 娱乐大家就好了 因为对我来说 创作不管是电影还是音乐 或者是我的MV也好 对我来说是生活的 一个反应 你知道吗 就是它是一个 从生活映射到作品上 所以对我来说生活 是包括各种方面的 就是我们生活上 会有一些社会上的东西 会有政治上的东西 会有情爱 然后会有友情 亲情爱情 会有一些小确幸 会有一些愤怒 会批评 有一些长辈 他们会担心我 就说你干嘛不写一些 开心的歌 他们说 为什么你不要 好好的写歌 赚钱就好 可是对我来说 我创作的不管是批判也好 戏虐也好 讽刺 情情爱爱都好 那个对我来说 都是好好写歌 我没有不好写歌 我都是很认真 很用心地去表达 生活上的点点滴滴 不管你是骂的 嬉笑怒骂的 我都很好好的 很认真的去写 你也很公开地说 你会跟这个民主自由 站在一起 为什么会如此看重 这两样价值呢 我认为是普世价值吧 就是一个天赋人权嘛 就天赋的 不是 就我们本来就应该要有这些人权 这些民主自由 这个本来就应该有 我是属于创作人 那当然我对这个东西会更敏感 就有些我想讲个话 我想拍个电影 我想唱一首歌 然后都会被限制的话 那我的自由在哪里 对我来说这些东西是最重要 是最基本的吧 所以你说自由的问题 民主的问题 它本来就在我们身上 不是你施舍 我才应该有 不是这样的 三 二 一 虽然我的作品不是每一个东西 大家都能接受 但是我希望 我们这个中文的群体吧 就是可以对不同的声音 更有包容度 更有接纳度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那么喜欢 在台湾发表我作品的原因 因为这边的包容度是很大的 那我希望世界各地的人 都能够 有那个包容度 去接受不一样的声音 跟不一样的立场 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自由 因为这首歌 你跟Tim Dory在中国被禁 那你们会后悔 就是发表这个作品吗 我不觉得我被禁 我觉得被禁的是 就是不能看到这些作品的人 两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